有可能 因为在大便里头 在粪便里头已经发现了 有携带者 这个粪便会不会传染 当然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首先我们要调查 在我们现在已经患病的人里头 在粪便里头 它具有的 带病毒的人有多少 这个是一步一步来了 首先有没有 完了以后呢 就是了解它的病毒的载量啊什么 这个还是很需要的 因为从了解来看 尿呢现在初步好像还没有 但是作为一个大便人 是应该值得注意 另外一下先去拉一个 这里 这里 这里没有拉 只是 下方形成 Portio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